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 决定不说人家一句坏话 儒家最低水平的君子 现在世界上没有啊 为什么儒家这样叫人 维护社会的安全 维护世界和平 这个了不起啊 不出卧颜 功效就这么大 说话要小心那精神 不要说人过失 我们中国古人所谓 君子倔交 不出乌隐 这是对的 你给人闹不好了 说人家坏话 别人听了怎么样 别人听了有警觉 你会说他的坏话 将来会说我的坏话 我跟你啊 敬而远之 所以头脑稍微清醒一点的人 决定不敢跟你做朋友 为什么呢 晓得将来必定要受你害 卧颜造谣生死 小的破坏人家 叫人一家不和 其次呢 破坏团体 团体不和 如果是佛教团体呢 他将来决定堕阿弥陀 为什么呢 破坏团体不和 伤 这是无利食物之罪 你们去读地藏经 地藏经大家念得很熟啊 我们过去讲过的 法奇菩萨之要经 大家都看过 无利罪 杀父亲 杀母亲 杀阿罗汉 出佛神学 破坏团体不和 哪有一个是 头脑清楚 稍稍有智慧的人肯干这种糊涂事 地狱很容易进去 出来太难了 这个团体里面粉丝再不好 他的事情 过人因果 过人成当 我绝对不说一句话 跟我没关系啊 我不造这个业 我们要相信佛这个教训 为什么别人造不善 我要把他们的不善放在我心里 把自己的心变得不善 这个损失太大了 这是世界最欲吃的人 佛在十三夜道经 一开头就教导 我们还特别特别说给同学们听啊 费了很长的时间啊 不容好分不善夹杂 佛这一句话重要 要养自己纯善之心 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我们不能说 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任何人的过失 在我心里上不落痕迹 这个人成功 这人是大善人 为什么把别人的过失放在自己心里 把自己的心搞坏了 自己的心就像一个很清净的容器啊 里头装别人的落色 你说冤不冤啊 把这个世界一些不相干的人 他造的一些罪过是非 装到自己这样清净容器里头 自己的心变坏了 这种人就是糊涂到所以缘了 口不出味 身无习性 念念 关怀社会 关怀众生 爱护社会 爱护众生 尋心全力 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一切众生 我们要有这个心啊 你能够这样诚心 能够这样修行 一定得祝福福你 龙天善神保佑你啊 你的烦恼就会少了 人物是非 这是邪思啊 凡是与佛 经教 理论上相违背的 一切思想 见解都是邪思 要以佛的标准来讲 尽死烦恼 一定要原理 决定没有 念念了这个心是善念 至善的念头就是一句佛号 除一句佛号 什么念头都涉及 这个好啊 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非常确定 正确 坚定 决定求生尽土 往生不退臣佛 优优独吟